大家好 紫皮茄子的营养十分丰富 可以为人体补充佐重营养成分 炒茄子是有的直接先放油炒 是不对的 今天利用紫茄子为大家分享一个 炒茄子的小窍门 炒出来的茄子不吸油 不发黑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茄子的头发尾去掉 再把茄子从中间移分尾 再改刀把茄子切成滚刀块 全部切好 放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清水 放入几滴白醋 这样能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放一旁浸泡五分钟 时间到了把茄子控水捞出 把里面的水分挤压出来 放入碗中 放入一勺食用盐入底味 炒拌均匀 再放入玉米淀粉 十每块茄子上面都沾上一层玉米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些小料 搭散切成片 葱 斜着切成对 将切片再切成丝 切好 放入碗中备用 青红辣椒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给小料调个味 放入一勺食用盐 鸡精适量 白糖适量 生抽两勺 蚝油一勺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小料焯拌均匀 锅中放油 烧至五成热 把茄子倒进来 炸至茄子定型 我们来给它操动一下 使每个茄子受热均匀 茄子炸至金黄 把它捞出控油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把我们切好的肉丁倒进来 翻炒均匀 肉末炒熟 把我们调好的小料倒进来 翻炒均匀 这时候把茄子倒进来 青红椒倒进来 再次翻炒均匀 把汤汁收一下 家人们看一下 茄子虽然是油炸的 这样炒出来一点都不油腻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汤汁收到差不多了 关火 出锅之前放入小末香油 少许 复合一下香味 炒拌均匀 哇 太香了 盛出 装入盘中 一道肉丁炒茄子 装拍完成 我先来尝一下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咸香味美 大家看一下这样炒的茄子 不稀有不发黑 当上桌就可以和我们的家人 明明的享用了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就收藏转发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点击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好关注我